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 好的支持,南无阿弥陀佛,感谢您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学佛人遇到为缘,逆缘来了 有这几种表现,说明您真有修行 谁的人生都不可能一帆风顺 常说人生不如一世十之八九 细细数来,在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时光中 真正能够过得舒心惬意的时光 其实并不多 生活中总是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烦恼 那么当这些违缘来临的时候 我们究竟应该抱以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 才是正确的呢 从佛教修行的角度来说 其实生活中处处都是对我们的考验 如果您能够经受得起生活的考验 在不断的经历中使自己的心性成熟 获得成长,获得提升 慢慢地,我们就会逐渐地走向成功 走向人生的大圆满 下面这几种情况如果您也有 说明您是一个合格的修行者 第一种情况 您发现自己有违缘 遇到了困难和挫折 这说明自己的业障还没有消尽 自己欠下的债没有还完 当下业障现前 用佛教中的专业术语来说 就是自己过去世造作的恶业 所伤害的众生 现在成为了自己的冤情债主 他们要找到自己来所求偿还 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发自内心的 真诚地对他们进行忏悔 要忏悔往昔深口意所作种种恶业 所谓忏除业障 真心忏悔才能使业障消除 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第二 遭遇违缘时 我们不应抱怨 而应认为这是还债的机会 很多人喜欢自己一路顺风 凡事都能够顺顺利利 身体健康 平安 诸事皆能顺遂 而当遭遇逆境的时候 自己一定会心生怨恨 或者一筹莫展 其实 既然我们明了因果 知道这是往昔所造恶业的成熟所致 除了忏悔之外 更应该要心平气和地接受 反而应该转念作响 这个债欠下了 迟早都是要还的 逃也逃不掉 佛经上告诉我们 假使百千节 所作业不亡 因缘惠玉时 果报还最受 既然现在遭遇了逆境 说明现在就是因缘惠玉之时 就是承受果报之时 既然逃不掉 躲不掉 那么现在承受 也就相当于 现在就把债务还清 所谓无债一身轻 还清了业障 接下来我们的人生 才会走得更加的舒坦 所以不仅不应该抱怨 您反而还应有一阵窃喜 因为您要看到自己还清债务之后 将会变得非常的轻松和自如 第三 从修行的根本目的来说 我们的修行不是为了求福报 而是为了求解脱 那么所有生活中遭遇的逆境 都可以成为自己修行的增上源 在这种逆境之下 我们对这个缩脱世界 很容易发出艳离之心 当真正的出离之心升起的时候 就是您正式地进入大道 打开解脱之门的时候 当一个人真信佛 真明了因果 真明白六道轮回 一定不会对世间的一切福报 产生眷恋与执着 而应该站在解脱的制高点 去重新看待当下所遭遇的一切 不会为任何境界所迷惑 所执着 反而抓住机会精进修行 将来才能顺利地 在通往解脱的大道上渐行渐远 因此 如果您在遭遇逆境的时候 能够出现上面的这几种表现 您不仅能够消夜积幅 能够还债 还能够逐渐地提高自己的修行层次 这是一件再好不过的事了 当我们把时间线拉得足够长 我们站在无休止的轮回之路上 再来看今天我们的觉悟 那一定是值得庆幸的 如果您有以下表现 说明您在假修行 修行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当我们日复一日做着修行的功课时 是否已慢慢被修行的形式所麻醉 而忘失了修行的本意 是的 我们学了很多 会念长长的经文 会持送复杂的梵文咒语 会双盘打坐 长期速食 我们很辛苦地做到这些 得到别人的赞叹 于是认为自己修得很到位了 我们渐渐把这些外相 当成修行的本身而不自知 似乎只要每天完成这些功课 就是在精进 就又向着解脱进了一步 殊不知 我们把修行变成了一种新的习气 诸如 一一边读着道经 一边和人争辩是非 二 一边念经打坐 一边妄想纷飞 三 口中的道理一套一套 遇到事还是筑集上火 半点亏也不肯吃 四 本性毕露却还以修行人的身份去教训 数落别人 以为自己在修行 在精进 实质却徒有其表 内在没有任何改变 这种不入心的修行 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 真正的修行 是历史练心 是持续地保持醒觉 外在的行事或功课不重要 重要的是觉知每个起心动念 民若用心 一切嬉笑怒骂都是清净行 若不用心 一切修行都是旺行 全然的 全新的投入每一天 每一时 每一个当下的修行之中 保持精进心 而不是陷入惯性的生活模式 被其麻醉而不自知 修行的核心是修内在的本性 修行化性 种下对的种子 种善奉行 诸恶莫作 才是真修行 别用修行麻木自己 不要被修行的假象所迷惑 不自欺 不欺人 老实用心 修行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关注您的心 除此别无踏实 您的父母 您的伴侣 您的孩子 您的朋友同事 您周围的一切人 都只是帮您修行的角色 或是让您看清自己的镜子 您无法要求他们改变 首先这是非常吃力的事 其次说明您用错了功 在心外寻求解决之道 假如您因失去正念而与人争执 一旦觉知 应立即回到您的心 关照您的情绪和念头 念起即觉 觉知即无 不应继续停留在外部与人争吵 因为在错误的地方做工 除了让烦恼更加增长之外 对您或他人都毫无益处 修行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回到您的心 不是风动 不是翻动 是因为您的心动 您的工作 您的事业 您的学习 您的生活 所有一切发生的事情 都是帮您修行的境界 让我们历尽艳心 您是心随静转 妄加攀缘 还是心无所助 如如不动 万法皆由心线 外面的世界没有别的 一切的人 一切的事 发生在您生命中的所有 都是您自心望线的幻象 都是您自己的心 所以何必纠缠于幻象 而忘失了您的心呢 不管您周围是什么人 都是好的人 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事 都是对的事 这不是自欺欺人 而是如是的实相 如果您认识不到这一点 您就将为此而受苦 修行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心 只有一个工作对象 那还是心 若您能把心关照好 安住好 那么一切人和一切事 您的世界将安然尽好 自在不在心外 解脱不是他人带来 只在于修好您的心 修行只有一件事 修心 解脱只有一件事 静心 不要心外求法 不要心外用功 时时提起绝招 在自己的心地上用功 分享此视频 历人历己 功德无量 即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似崇恩 下旧三道苦 为愿见闻者 惜发菩提心 在世富贵权 往生极乐国 请常念南摩阿弥陀佛 一切重罪惜解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缠心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分享 期待您的留言与转发 南摩阿弥陀佛 感恩